中国南海浮动岛正式亮相 面积超3500平方米重达50万吨 美专家惊叹 又以伟大发明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欢迎观看本期节目 在观看之前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订阅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节目了 南海是全球海上运输主要通道之一 每年有无数船只在这里穿梭 运输着各国的商品 可以说南海就是全球经济的动脉 如果赌了 那就相当于给整个世界的经济带来一场海上赌车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战略需求的提升 中国在南海的布局欲发显得重要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 远海浮动岛作为中国最新的超级工程应运而生 这项工程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海上建筑 它将为中国在南海的存在增添新的维度 南海不仅是全球最重要的海上贸易通道之一 更是一块资源丰富的宝地 从地理位置来看 南海连接着亚洲 欧洲和非洲 是国际航运的黄金水道 根据国际海事组织的统计 每年约有三成贸易船只通过这片海域 此外 根据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的数据 南海的油气储量估计达数十一桶 这对于一个极需能源保障的国家而言 绝对是个香波波 在周边国家的眼里 这无疑就是金矿 而这也就引发了周边国家和域外势力 纷纷在这片海域争相捞金 让本来美好的海域变得如同商战现场 南海不仅是油气宝库 还是渔民的天堂 丰富的海洋生物让这里成为了无数渔船的聚集地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计 南海每年的渔业产值超过数十亿美元 这不仅关乎渔民的生计 也与国家的食品安全密切相关 想象一下 如果南海的渔群被其他国家调光 那可真是对我们的海洋资源的掠夺 无论是国际航运 能源安全 还是渔业发展 南海这片海域都充满了机遇挑战 面对如此复杂的局势 中国需要制定相应的战略 以维护自身的利益与安全 这就不得不提到中国在南海的最新超级工程 远海浮动岛 远海浮动岛 听起来就像科幻电影中的高科技产品 但实际上它是中国在南海布局的一项重要工程 这个漂浮在海上的大平台 是中国在维护海洋权益 增强国家军事能力 推动科研进步方面的重要一环 可以说远海浮动岛的出现 给中国在南海的蓝图上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 那么远海浮动岛究竟长什么样子呢 它采用了半潜式双船体设计 面积有3500平米 重量50万吨 对此美国专家也感叹 这是中国的一项伟大发明 它的设计让它能够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安全作业 甚至能在7级海矿下正常运作 17级台风下也能保持安全 通过多台远海浮动岛拼接 就能在岛屿之上搭建海上浮空岛 在能源供应方面 远海浮动岛将利用浮动核电站 听到核这个字眼 很多人可能会感到一丝不安 但实际上 现代核技术的安全性与环保性大大提高 想象一下 如果有一个能量盒子 能源源不断地为你提供动力 那你的工作与生活将变得多便利和高效 远海浮动岛的技术细节设计 充分考虑了海洋环境的复杂性 采用的先进材料和技术 使得浮动岛在恶劣天气条件下 依然能够保持稳定 这就好比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伞 遇到大雨风吹也能稳稳当当地保护我们 这个浮动岛的定源可达到238人 自知立刻持续120天 这意味着它可以长时间在海上独立工作 不受外部影响 实在是个海上移动城堡 远海浮动岛制作科技的海上宫殿 功能多样 应用广泛 堪称现代海洋工程的一项全能选手 从军事用途到科研探索 再到人道主义救援 浮动岛将在南海的战略格局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它就像是一位全能超人 无论是战争中的守护者 还是灾难中的救援者 都能快速应对 在军事用途方面 远海浮动岛将其大刷新中国在南海的军事存在感和威慑力 这个移动堡垒就像是海上的航空母舰 能够在关键时刻迅速调动飞行战队 进行海上巡逻与监视 它配备的雷达和电子战系统 能及时掌握周围海域的动态 保持对潜在威胁的高度警觉 根据军事专家的分析 拥有这样的海上设施 不仅可以提升防御能力 还能为周边国家传达出我们在这里的明确信号 远海浮动岛还是科学研究的移动实验室 它为海洋科学研究提供了理想的环境 能够进行深海采矿 极端气象观察及深海生命研究等多项实验 比如科学家们可以利用这座浮动岛 进行海洋气候变化的长期监测 收集珍贵的数据 以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带来的挑战 想象一下 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 科学家们可以在自知力强 设备齐全的浮动岛上 安心地进行研究 这种情景及专业又充满了未来感 当自然灾害发生时 远海浮动岛还可以迅速提供 紧急救援和人道主义援助 比如在台风袭来或海域发生其他突发事件时 远海浮动岛能够快速集结物资和救援人员 为受灾民众提供必要的支持 它的存在 犹如一座海上医院 在海洋开发和利用的领域 远海浮动岛和填海造岛 是两种不同的海洋基础设施建设方式 但在某些方面 远海浮动岛展现出更显著的优势 填海造岛常常需要大量的沙土 石料 甚至破坏自然生态 导致海洋生物栖息地的损失 在填海过程中 土方工程的施工 材料的运输 都会对海洋环境造成一定的破坏 而远海浮动岛则是建立在水面之上 不需要破坏海床的生态系统 对环境的影响相对较小 远海浮动岛由于其设计特点 能够适应更复杂的海洋环境和气候条件 相比之下 填海造岛通常固定于某一地点 一旦建成 难以迁移或调整 远海浮动岛可以根据需要进行移动和重新部署 甚至可以在不同的海域进行作业 这就像是拥有一辆多功能的海上房车 可以根据环境变化随时改变位置 而天海造岛就像是建立一座固定的别墅 虽然看起来稳固 但一旦选错位置 后续的麻烦可就大了 在安全性方面 远海浮动岛的设计使其在极端天气条件下 仍能保持稳定和安全 例如 它能够在七节海矿下作业 且在时期极台风中安全生存 而天海造岛由于地基的局限性 可能在极端天气下面临沉降 滑坡等风险 可以说 远海浮动岛就像是海洋中的超级战舰 而天海造岛则更像是一座海上的小岛 尽管美丽 但承载的风险不可小觑 一提到远海浮动岛 外媒的反应似乎总是带着几分不安 这项科技突破在国际社会 尤其是南海周边国家引发了激烈的讨论和质疑 外媒的声音常常充满了抹黑的色彩 暗示中国此举是要在海上建立某种霸权 很多外媒认为远海浮动岛的建设有为国际公约 甚至将其视为一种科技霸凌 他们指出 这种海上基础设施的建立 会加剧南海的紧张局势 还可能引发地区内其他国家的不满与对立 比如 菲律宾等国对此表现的尤为敏感 频频发出抗议声 生怕这一漂浮堡垒会对他们的海洋权益造成威胁 有趣的是 这些外媒的抗议往往掩盖了一个事实 许多南海周边国家虽然嘴上反对 却也在暗暗希望能够借鉴中国的技术与经验 推动自己的海洋发展 中国在这一领域取得成功 势必会提升其在区域内的影响力 进一步改变南海的战略格局 这些国家虽然表面上反对 内心却希望能搭上这趟科技快车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 我们可以期待更先进的设计理念与建造技术的应用 比如 未来的浮动岛可能会整合更智能的自动化系统 实现无人职守操作 减少对人工的依赖 提升作业效率 想象一下 未来的浮动岛就像一个海上机器人 在风浪中依然能精准执行各种任务 大大降低运营成本的同时 还能提高作业的安全性 根据经济学家的研究 海洋经济的增长速度远超传统产业 未来海洋产业将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远海浮动岛的建设无疑为中国在这一领域争夺先机提供了重要支持 通过整合海洋资源 技术与市场 远海浮动岛将成为推动中国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作为国家的重要工程 远海浮动岛势必将在国际海洋事务中占据一席之地 为中国的海洋强国梦注入新的动力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每个人也都可以成为见证者 共享着一伟大事业所带来的变革和影响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可以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